别人荒野求生的时候 男人已经搭建好了气派的庇护所 结果没住几天 森林就下起了暴雪 说好的住几天 变成一整个冬天 由于之前搭建的悬崖庇护所过于狭窄 就连翻个身都很困难 老胡只好带着狗子重新启程 沿途靠着吃野果冲击 终于在一片山坡上找到了风水堡地 随即老胡清理出场地 用绳子规划出地基的范围 看这面积起码是三十一厅起步 接着老胡开始挖掘起来 虽然表面的泥土十分松软 底下的沙粒层却非常坚硬 必须要换上稿头才能继续操作 等到地基平坦后 他在地上挖了几个半米深的基坑 为了能让庇护所百年不达 所有的立柱底部都需要进行碳滑 随后老胡扛起上百斤的木材 将它稳稳地放入基坑中 底部用小锤子夯得结结实实 要不是当初被妻子赶出家门 他也不会知道自己在搭建方面的天赋 考虑到后期需要爬上爬下 老胡三两下就做好一张野生梯子 横梁的连接他选择用损帽结构 只需要在木材上凿出对应的三个凹槽 就能将它们精准地卡上去 再用十几厘米的钉子进行加固 保证他们相亲相爱百年好合 老胡一连固定好三根横梁 又去绑架了一位野生树胸 当场就给他来了套去角质的服务 接着老胡将木材抬到横梁上 用铅笔画出对应的凹槽形状 先用锯子打个前阵 再交给斧子进行劈砍 这样一来木材便能无缝衔接 幸好老胡总是半夜偷偷看一空荒野 对搭建木屋的流程了然于心 很快就固定好了屋顶的框架 出于对安全性的考虑 他定每根横梁都安排好支架 三个人的爱情不靠谱 但三角形的结构却最结实 然后老胡开始铺设地面的龙骨 每一根木材相连处都要用螺丝进行加固 接着老胡用木材划分出窗框的区域 方便后期的搭建 现在的框架就十分结实 清晨老胡从吊床上醒来 摸了摸狗头 就迫不及待地投入到工作中 得益于他之前收集了不少的野生木板 现在只需要给他们去个皮 就能直接使用 做完一面墙 老胡取出防水不固定在屋后 既能防潮又能避免泥沙渗入 随着三面墙体都已经完工 老胡开始铺设屋顶 依旧是用木材进行停铺 结实的框架让他能够在屋顶为所欲为 虽然现在屋顶看着就很美观 但老胡还是取来一捆野生防水布 将它撑开覆盖在木板上 360度无死角的包裹起来 这哪里是什么野生庇护所 根本就是他能居住千万年的家 由于正面的墙体是门面担当 所以老胡做起来格外小心 所有木材还需要经过钢刷的清理 为了增强庇护所的饱满性 老胡征用了狗子长睡的隔热棉 将它固定在内部后 继续覆盖上一层木材 形成一整个专业的隔热层 对于地板的设计 老胡也是堪称天花板 只见他用火焰枪将防潮布边缘融化 让它和墙体的木材完全粘连 而防御布之间也是同样的操作 接着在网里面撒上一些石灰 做好庇护所的防虫管理 考虑到这里冬季寒冷 之前储存的树皮可以作为隔热材料 在防御布上均匀铺开 最后组装上野生的木地板 做完这些 老胡当即奖励自己一个烤全兔 接着他收起吊床 转头固定在室内 虽然里面还没来得及坐床 但并不影响老胡提前搬进来煮 昨天他在里面将就了一夜 醒来后并没有打算把床做了 而是升起篝火堆 给自己煮了一壶菊花茶 粗糙中透着为数不多的精致 接着他对木材底部进行碳化 等待的同时 在庇护所侧面开始挖坑 而后老胡取出碳化过的木材 将它们分别放入对应的坑内 从高到矮 好好排队 接着老胡在木材两侧盯好方木 方便固定墙体 有了这扇挡土墙 以后就不用担心泥土下滑的问题 为了确保墙体的稳定 老胡还为他安排了两根支架 随后他取来防水布 根据墙体的形状进行裁剪 就能放心地回填泥土 为了让媳妇打着灯笼都找不到自己 老胡决定打算用土将屋顶全部填埋起来 提前50年体验入土的感觉 挖出来的沟区刚好可以用来排水 出于对审美的要求 老胡找了一些木板进行碳化 完事后固定在屋檐处 接着才拿来铁锹 将屋顶夯得严严实实 老胡对比了周围的环境 而后去绑架了一麻袋的落叶 有了枯叶的点缀 庇护所立马和周围融为一体 忙碌了半天的老胡 给自己烤了两条野生鱼 再煮上一包泡面 小日子过得也还算舒服 细心地他挑出鱼刺 让狗子也品尝了鱼的鲜美 初冬悄然到来 老胡每天都要步行两公里 才能打上一桶山泉水 早饭都还没吃完 森林又开始下起了雪 老胡赶紧找来一些野生方木 开始制作庇护所的门窗 只见他用笋毛结构 将四根方木首尾相连做成门框 接着把门框固定在入户处 窗户处需要先将底部处理平整 才能固定其余的方木 旁边空出来的区域 继续用木板进行填充 随后老胡给门板装上铢链 为了防止被零圆垢 老胡给门内外都安上了铁栓 这才放心地做起了碳化 火焰枪锁到之处 木材都露出深沉的纹路 由于预算不足 老胡取出从爷爷家捡来的旧窗户 给他们换上全新的玻璃后 用脚链固定在窗框上 现在庇护所终于充满了安全感 再也不会走漏风生了 不过要想平安度过冬天 还得靠眼前这台被爷爷淘汰的壁炉 好在老胡三两下就将它修理好 再喷个漆改个色 谁能看出它已经上百岁了呢 为了最大程度留住壁炉的温度 老胡往缝隙里打入泡沫胶 得益于之前留好的烟囱孔 让老胡刚好固定金属排烟口 随后老胡在墙上固定好金属片 防止木材和壁炉亲密接触 此时再将壁炉搬进来 调节好烟囱的位置 就能放心享受篝火的温暖 作为讲究一点细节的男人 老胡裁掉了多余的泡沫剂 又给门板固定好保温棉 防止冷风的进入 随后他取出一张仿木地垫 裁剪的档后 固定在门后作为装饰 再用树枝打造一根造型独特的把手 这个家的内部就算完成了 虽然里面没有任何家具 但并不妨碍老胡准备下午茶 只见他将土豆切片 先得自己泡一壶桂花茶 然后直接在壁炉上撒盐 烘烤新鲜的土豆 搭配着果酱一起湿 香的嘞 不过老是睡在地上也不是办法 为了让自己住得更舒服 老胡找来两根芳木 将它们切割成相同的长度 中间凿出凹槽后 将芳木无缝衔接起来 又给他安排了支撑横杆 这绝对是我在野外 见过最坚固的餐桌了 接着老胡在室内立柱上凿出凹槽 固定上木桩作为支撑 考虑到自己200斤的体格 老胡给每块木桩都安排了写撑 这才放心地铺上木板 将这里改造成90度的餐饮 在使用之前 所有木材都需要用火焰进行碳化 确保一防传三代 人走房还在 布置好了旧餐区 老胡终于开始改造卧室 同样在立柱上凿出草口 用来固定床体的龙骨 在此之前 他已经睡了66天的地板 可见老胡的腰杆子非常硬气 而后他取出捡来的栏杆支架 准备将它改造成床腿 在木桶这一块 他一向是手拿把掐 没一会 就将框架和床腿相连 结束后同样用火焰碳化 说不定这张床他孙子还能用得上 为了增加置物区 老胡找了两块木板 将它们固定在窗台 就连早上散步捡回来的树枝 都被他钉到墙上 成为置物板的支撑 看不错这小子 还有点艺术细菌在身上 忙碌了半天 老胡已经饿到不行 只见他起锅倒油 放入面粉小心搅拌 等他变成面糊后 倒上半锅的山泉水 接着将鸡肉切成块 不好意思 这是给狗吃的 昆蛋才是属于老胡的食物 饭后他点燃一盏没有灯 氛围感直接拉满 由于庇护所距离地面高达半米 这让老胡觉得非常不安全 于是他收集了一些野生木材 先用卷尺进行精准的测量 接着在门柱上凿出凹槽 将原木卡进去 屋檐下同样凿出卡槽 用来安装两根立柱 好在老胡经常偷偷看一空荒野 所以对栏杆的搭建了然于心 整个过程没有出现任何误差 趁着给木材探话的时间 老胡在门口挖出楼梯机坑 只需要将立柱放进去 根据水平一做上记号 再用锯子进行斜切 就能固定好楼梯的框架 现在只需要凿出踏板的位置 不过麻烦的事情发生了 老胡并没有捡到合适的木板 买不起电动工具的他 只能利用传统的方式 将原木一分为二 等他安装好所有的踏板 拿来刮刀将表面处理平整 坐在楼梯上和狗子玩耍了一回 为了保证狗子的安全 栏杆和楼梯处 他都固定了防护支架 就连屋檐下 他都安装了装饰性栏杆 只为了让整体风格保持一致 真是老青蛙头上顶小青蛙 我直接顶呱呱 随着森林里进入领东 大雪已经将周围全部覆盖 下山的路被暂时封住 不过老胡却并不在意 由于壁炉的给力 外面零下30度 他的房间却温暖如春 考虑到室内的储物空间不足 老胡准备给餐桌做个手拉抽屉 总有人问野外生活的意义在哪里 大概是外面大雪纷飞 他却可以专心沉浸在热爱的事情里 不用担心房贷和工作 只需要去过他喜欢的生活 给抽屉做好碳话后 老胡组装了窗帘杆 挂上从奶奶家里拿来的餐布 田园风的氛围感被轻松拿捏